恩典365 我还是要祝福你 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一同领受祝福 带着信心来看圣经 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看圣经 你永远在的挑毛病 是好像昨天我们所分享的 很多圣经里面你觉得不合逻辑的地方 其实是我们跟不上 我们跟不上 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 以色列人会复国 以色列人亡国了 近千年之后要复国 你知道一个民族亡了 国家亡了 近千年之后要复国 这是开玩笑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的确就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说 千年之后 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以色列人真的复国了 当以色列人复国 那个当初指着圣经说笑话的人 今天发现我这个批评的人才是个笑话 圣经无上的权威 是我们跟不上 时候到主一定成就 带着信心来听 来读 来领受神的话 当以色列人都分地战争 几乎都结束之后 你还记得吗 有两个半吃派 刘变加德 马拿西半吃派 他们要回到约旦河东岸去 他们要回去 在约旦河那边 他们在那个地方 要去面对说 那是我们所在的地方 我们领受的地方 他们要回去 但是要回去的时候 神透过他的仆人再三的提醒 你们回到那里去了 跟整个十二个支派 那大部分的人 在应许之地不太一样 因为有距离 你们在那个地方 他们说 我们奉主的名人 祝福你们 祝福他们回去 但是在那个祝福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面对一件事 我读给你听 当约族亚对他们说 他说 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在约旦河东 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因为你们照着当初的应许说 我们跟兄弟们一起去打 直到我们的弟兄 都得地为业了 我们才回去安居 但是现在 你们一定要记得 第五节说 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 耶和华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 专靠他 要专心地靠他 尽心尽性地侍奉他 前面说 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一切的道 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战争打完了 回去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但是在这个时刻 我们怎么样继续走在神的祝福当中 常常其实我自己的侍奉里面 也有这样的经验 当我们面对一些重大的难处的时候 重大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紧紧地抓住神 特别是像教会里面有福音队 每次在福音队当中 大家都拼命地抓住神 因为那里面充满变数 是非常失控的 是我们无法掌控的 因此在面对那些我的无能为力 人会拼命地抓住神 但是当福音队结束了 回到家了 回到我熟悉的环境 回到这个我比较容易掌控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人常常就开始放松 放肆 靠自己 战争结束了 这两个伴之派要回去安居乐业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透过他的仆人提醒 只要切切地谨守遵行 切切地 谨慎地遵行 切切 你看这是一个加强乙序 不是只要 只要切切 要很认真的 很务实的 切切的 而且要很谨慎地去遵行 愿主今天也对你我说话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很平安稳妥的时候 格外要不容许自己放松放肆 我祝福你 今天很平安 我祝福你在平安当中 切切地 谨慎地抓住神 一起祷告 主 我求你施恩帮助我们 不是只会在难处的时候 依靠神 在平安的时候 更懂得 切切地 谨慎地 遵行神的吩咐 走在上帝的祝福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命求 阿们 祝福你 今天 平安 而且是不放肆的天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